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通商股市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持续 投机优价开始回落 这条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容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审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随着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的发布 中国经济下半年的走势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美欧日经济复苏放缓 宏观调控下半年如何继续 通胀预期会怎样影响中国经济的走势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是纷纷扰扰 众说纷纭 那么中国经济下半年到底会面临哪些重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 又会怎样呢 经济半小时栏目日前呢 对百位经济学专家进行了一份问卷调查 我们来看看调查的情况 随着美欧日经济复苏放缓消费不稳失业率趋于上升 人们也开始担心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会不会影响我国投资和出口 进而导致经济下滑呢 经济半小时栏目为此发出了百分经济学家企业家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 对下半年中国经济您最关心的问题 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一五的经济学家企业家表示 最关心未来宏观政策走向 另有百分之二十九点二七的经济学家企业家表示 关注房地产调控是否会放松 关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 占到调查人数的百分之七点三二 除了我们问卷中涉及的问题外 许多专家还提出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处处长陈道夫 表示关注经济二次探底和通胀的可能性 同时他还告诉记者 农产品价格上涨工资上涨 巨大的货币存量都是通胀的潜在威胁 新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正伟 则是关注三驾马车 目前投资出口和消费已出现减速苗头 同时国际经济复苏强度减弱 也可能给下半年经济带来的叠加影响 我们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 以目前的政策环境和经济发展情况来判断 您对下半年的展望 有百分之六十三点六四的被调查者认为 我国经济下半年会平稳增长 有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七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 下半年经济增长将会放管 另外有百分之九点零九的被调查者表示 无法判断 预计今年全年GDP增速将呈现一个前高后低的态势 三驾马车消费投资进出口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更加协调和 对于下半年经济形势的判断 专家的观点也各不相同 渣打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里赖斯认为 今年年初中国政府试图对经济进行降温 将2010年信贷额度缩减为7.5万亿元 并施加了其他限制措施 这些措施正在奏效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会放缓 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 经济下滑的力度比想象的要大 整个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可能进入一个波动反复的区间 高盛高华经济研究院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 也将中国2010年全年实际GDP增速预测 从11.4%下调至10.1% 同时鉴于中国国内需求放缓 高盛将2010年中国CPI全年增幅预测 从3.5%下调至2.4% 从对百名经济学家的调查来看 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经济仍将平稳增长 但是增速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 目前拉动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架马车 投资出口消费增长都出现了减速 这三架马车为什么会出现减速 经济学家对此又有着怎样的解读 首先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投资 在山东来吴的富伦钢铁有限公司记者看到 地上摆放着大量积压的钢材 副总经理董新青告诉记者 库存还在持续增加 基本上是从4月下旬的 开始库存慢慢的增加 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 一个月能多增加库存 在一两万斤这个时候 一方面库存在不断增加 一方面炼铁的高炉和炼钢的高炉又不能停 否则损失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 厂里只好将钢材亏本出售 事实上富伦钢铁厂生产的品种 利润率较高 普通钢铁厂亏损的时速更大 有的钢铁厂甚至已经停产了 因为山东这一只自家 包括念的现象长山 已经抱着三人之余 消费市场没打开 结果这个产能破开了 就造成一个额性的精神 截至2008年年底 我国粗钢产能达到6.6亿吨 以实际需求超出约1亿吨 然而在调控之后 钢铁业的过剩产能并没有下降 目前全国钢材库存量 已经上升到1600万吨 严重攻打一球 同样作为工业基础材料的有色金属 今年的经历与钢铁行业卢出一脱 整个行业也陷入了集体低迷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 王一鸣告诉记者 除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产能过剩凸显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 一些地方又在推进新一轮的 当然在保增长 为了完成保增长这个目标 那么可能又使得一些产能 又有新的扩张 由于外部市场的约束 那么还由于我们这两年 新增的这种生产能力的增长 就使得这个矛盾进一步凸显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短时间 完全能消化的 就在8月8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18个工业行业 淘汰落后产能的2087家企业名单 要求确保列入名单企业的落后产能 在9月底之前关停 国家相关的一系列举措 对于解决产能过剩 优化投资结构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 告诉记者 政府加快推进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但是根本手段还是要靠市场的标击 我们看我们国家就像浙江省 它的这个民营经济 就始终不会出现所谓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退出渠道 比较顺畅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觉得解决产能过剩这个问题 最根本的还是要体制和机制的一个完善 把这样一个退出通道把它建立好 那么国家下决心要给高烧不退的产能扩张热 浇冷水 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下半年的投资情况呢 因为房地产投资占固定地产投资五分之一 房地产投资的变化 对全社会投资变化会有直接的影响 那么房地产投资可能会有一定的回调 这样可能对下半年投资增速 还会起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从全面来看 我想投资增长率应该会高于20% 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依然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 那么当前值得一个可喜的一个积极的变化呢 就是我们在政府控制新开工项目的同时 民间投资增速开始回升 这是我们期待中的一种变化 就是用市场的力量去替代 逐步替代政府的刺激计划形成的这种投资 目前公布的海关数据显示 2010年7月中国进出口值是2623.1亿美元 月度出口值及进出口总值再次创出了历史新高 但是中国7月份进口同比增长是22.7% 出口同比增长38.1% 增幅分别低于上一个月的34.1%和43.9% 这组数据透露出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下半年出口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呢 出口增速我们预计将逐渐大幅的降低 进口增幅将会持续下滑 贸易顺差规模有加大的趋势 预计在第四季度开始出口的增幅会出现明显回落 年底可能回落到个位数 王军的观点在参与调查的专家中具有代表性 是什么导致企业下半年出口增幅产生回落 记者近期在宁波进行了相关调查 在宁波的不少出口企业 记者都发现了这样的场景 一边是工人在忙着干活 而另一边是机器控闲 积满灰尘 现在我们工人缺工人比较很严重的 跟往年相比的话 我们以前这里最过的达到两半人 现在这里差不多一百人 相差一半 严重的很比较严重的 多年来纺织服装一直是宁波主要的出口产品 但是今年上半年随着市场的快速复苏 有订单有机器就是缺工人 成为众多宁波纺织企业普遍面临的困难 我经济慢慢的在恢复 我的单子是有 但是我就是没人做 我下不下去 宁波太平鸟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王定英告诉记者 除了劳动力成本上升 工人不够 他们不敢接单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汇率导致的利润越来越难以保证 他们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贸易增长了30% 但是利润却没有怎么增长 王定英现在的担忧在出口企业普遍存在 而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 也加剧了下半年出口形势的不确定性 美联储已经开始调低 美国2010年 全年美国的经济增长 从3.2%到3.7% 下调到3.0%到3.5% 我认为美联储这个下调啊 下调的幅度还不够 我认为如果美国今年能够增长到3.5%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 可能性不大的 尽管欧元区经济下滑 美国经济复苏可能再度出现变数 但是也有专家指出 在严峻的挑战面前 出口形势依然有积极的一面 那么现在有好在呢 就是新兴市场国家 经济因为部署相对发达国家要快一点 对我们的出口需求还大一点 所以它对冲掉一点 欧美的出口的收缩 但是总体来看下半年出口会有回落 那么顺差也会有相应的调节 所以我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 我们今年顺差很难达到去年的水平 去年接近2000亿 那么出口增长呢 也会有相应的回调 可能在四季度以后可能会更明显 经济的增长离不开三架马车的拉动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除了投资外 国内消费曾经有着一番亮丽的表现 让中国经济能够成功保八 那么面对今年下半年 投资出口回落的预期 消费能够被寄予厚望吗 近日经济半小时联合合讯网 央视网新浪网腾讯网以及百度 共同发布了2010年消费官调查问卷 是什么让民不敢消费 合讯网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超过30%的投票者表示 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 导致他们不敢消费 有22.4%的投票者表示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原因 而另有20.6%的投票者表示 收入水平不提高 影响了居民消费的预期和信息 在其他网站的调查结果 显示了相近的能力 综合这五家网站的调查结果 能够反映出 制约居民消费的最靠前的三大原因 分别是收入水平不高 社会保障不健全 以及房价上涨过快 那么在这三大制约因素短期 不会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下 下半年的消费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记者就这个问题 也进一步采访了参与调查的经济学家 尽管我们城镇居民的收入也在增加 农民的收入也在增加 但是这个增加的幅度 特别是绝对瘦 都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所以说下半年是不是居民的消费 比上半年就会好到哪儿去 我还看不到这一点 消费这个因素来 应该说它主要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水平至关重要 但是对年度来说 消费这个指标的变化不会很大 所以我们不能预期下半年 通过消费这个指标增幅的明显提高 来弥补投资和出幅的这样一个变化 这个是不现实的 但是基于长远 基于为整个的十二五这样一个增长 我们奠定基础来看 消费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指出 从中长期来看 如何使致命消费结构升级 使消费形成稳定的增长力 这涉及一系列制度改革 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我们怎么样有效地提高居民收入 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然后怎么样有效地调节居民内部 不同群体收入的差距 然后把着力点进一步放在中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上 如何让投资出口消费跑得更快更平稳 是当前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 那么下半年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呢 一分钟的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在我们对百名经济学家的调查当中呢 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那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发布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报告 我们看到包括深圳北京厦门 哈尔滨 青岛 上海大连等城市纷纷入围 纵观全国的评价指数 统计数据自2000年截至2009年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 呈现出一条上升的曲线 特别是2008年到2009年这一年间 上升幅度明显加快 这说明在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我们的经济增长 更加依靠国内需求来拉凳 更加依靠国内的自主创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研究员张焕波介的作 这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报告的编制 始于2009年年底 指标范围将比以往增加了四项 扩大到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指标 创新能力指标的七类一级指标构成 可以初步用于停价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态情况 记者还发现 在这两份最新出炉的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程式排行榜 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较快程式排行榜中 大连这座一项以传统港口服务业 以及传统制造业为支柱的海滨程式 则两部出现在榜单之中 那么大连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什么会取得如此亮丽的数据呢 我们在大连展开了调查 上世纪90年代初 大连的一家房地产企业易达 便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做房地产的优势和能力 与一个能长远发展的行业相结合 完成企业自身的经济发展转型 98年年初的时候 就是大连市政府就在97年时 就把他发展远见与幸福业 作为一个发展战略 去确定下来 那么不管谁选择做这样的一个产业 发展这样的行业 政府都是全力支持 我们的想法和政府的战略决策 和私人的领导人形成了合拍 也形成了我们的一个机遇 十几年前 在很多人对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还缺乏足够认识的时候 孙英环坦诚 自己当时在大连 甚至找不到任何熟悉软件行业的专家 这也是软件员初创阶段最大的困难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那都是很陌生 但是我们清楚的一点 就是如何让明白这方面的人 这个人 让明白这方面的专家 或者说是企业 和我们进行集合 经过孙英环十多年的苦心经营 如今的大连软件员 已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科技新城区 完成了一次跳跃式的发展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了八百多家企业 去年实现了存远件收益四百多个亿 出口十四个亿 从业运员八万多人 应该说大连软件员 从九八年不到三万的营业额 不到一千人 经过了这十几年 每年大概都是在百分之五十的速度 而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之中 企业同时也在进行这一次艰难的蜕变 你能够牺牲你的短期的效率 来未长期的效率 你能够转向一个叫高科技房地产的话 能够跟产业相结合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持续 你会发现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机会 比如说包括以大业投资做软件的话 那在前几年就是一个投入 那在未来的话 他可能就是说的 他更多的是一个未来 从传统的房地产企业 转身成为一家与高科技相融合的房地产企业 在大连软件员的运营管理过程中 逸达逐渐积累起一定的行业经验 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专业人 这位逸达由单纯的圆区运营 向圆区运营与IT企业运营双线发展的转变 提供的可能将创新模式复制到武汉 天津苏州等地成为企业全新的稳定的利润增长点 我们有这样一个团队 然后对这个行业的深刻的了解 然后从产业的定位到规划设计 甚至包括是对建筑 和如何组织招商 如何对客户进行服务 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这个远见与信息服务也在我们国家 我们认为是刚刚开始 它在我们国家未来的产业生产量和需求量 我认为可能每年都会有30%到50%这样的一个发展空间 在孙英环看来 当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 产业创新和升级势在必然 以研发设计等高端科技服务为核心的知识经济转移 必将成为投资重点 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把软件源建成科技城 我们现在的理念是想做科技地产 远见地产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要做成 就是我们下一步的愿望就是想能够变成是科技城 远见城 也就是把我们做房地产的能力和经验 与某个产业 特别是要与科技 知识 智慧 远见和信息服务业这个产业 进行结合 严后建成 在打造新城 转变发展方式的同时 记者在大连了解到 一些传统产业也在提升技术含量 使得经济发展得到新的发展空间 庞立军现在的工作 就是将城市淤泥 转化成清洁能源天然气 剩下的残渣 加工成为有机肥 这也为城市淤泥的处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那么大部分的这种污泥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 那么填埋首先第一需要浪费大量的土地资源 第二它在填埋过程中 因为污泥中的有机脂成分比较高 它的生物性质不稳定 也产生二次污染 唐立军告诉记者 工厂投产之后 每天可以消化600吨的城市淤泥 企业有将近4500万元的收入 而且在十一五期间 很多城市都普及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污水处理厂只要投入运营 就会产生有机污染物 就是所谓的市振污泥 淤泥的处理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 那么由于这个行业刚开始 所以说未来的这个空间 发展空间是非常大 事实上 从2003年到2009年 大连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GDP年金增长16% 虽然去年大连的整体经济 还是笼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眼之下 然而GDP的总量 却仍然相当于2003年的2.6倍 在谈到大连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时 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给出的另外一组数字 也充分证明了大连在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优化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财政收入年金增长20% 去年财政收入相当于2003年的3.6倍 另外我们经济发展的后进在不断的增强 一大批设计全市长远发展和重大结构调整的项目开工建设 固定产投资2009年相当于2003年的8倍 从这组数字不能看出 在全球经济后危机时代 和国际经济形势紧密交织的我国经济 也难以独善其身 能否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越来越成为决定我国前途命运的大势 而发展方式转变的焦点集中在城市 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大连 又是如何做的呢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旅舍南路软件产业 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软件产业基地 目前一共拥有900多家软件企业 有400多家外资企业 54家世界500强企业 去年软件的销售收入达到400多亿人民币 出口超过15亿美元 软件从业人员已经达到9万多人 在仅有的几年时间内 如今已经占到了大连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 而且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 当谈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 夏德仁强调 大连的转变主要是突出了两方面的工作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两手抓 一手抓装备制造业的生机换代 另外一手抓就是抓战略性新型产业 那么十年下来我们一年一个台阶 那么发展到今天 终于把软件和服务外包培养成为大连的一个新的支柱性的产业 它400多亿的产值应该成为一个新的支柱性的产业 所以这点对大连的产业结构调整来说是贡献很大的 与会的一些专家表示 大连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给其他城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就是我们这个产业 我们消耗的这个我们的原材料 以及消耗的我们的这个造成的污染 这个已经是到了刻不容缓要改变的地步了 即使用国内的资源总有一天要枯竭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呢 我们现在都在讲这个我们的利益投入和产出 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劲儿 我们的产出怎么样呢 我们产出非常少 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将对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在调整需求结构 调整产业结构 调整要素结构 在自主创新这方面我们能够取得突破 那么我们国家就能够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的 次序较快增长提供一个空间 提供一个支撑力量 所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 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之路 在高速增长的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经济也已经越来越从简单的追求数据 单纯追求GDP 向追求质量 追求更加可持续增长转变 无论是今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 还是大家越来越关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都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 暂时的放慢脚步是为了走得更远 二季度 中国GDP第一次超过了日本 今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大家并没有因此而发出热烈的欢呼 而是更多的声音是冷静的思考 中国商务部表示我们更关心的是人均GDP 中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 中国还有四千万人没有脱贫 只有保持这样一份清醒 不断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看清楚我们的差距和不足 中国经济才能越走越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